本期视频全程干货 你可以先把你现阶段遇到的 让你担心和焦虑的事打在弹幕上 等视频结束后 看看你会不会有新的感受 好,整篇开始 我们想要缓解焦虑 首先要了解它是如何产生的 简单来说 当一件事还没有发生 而你害怕它的发生时 就会产生焦虑的情绪 你焦虑的一定是未来的事情 比如学生怕以后考不上好大学 职场人怕以后赚不到足够多的钱 中年人怕失业 老年人怕疾病 所以焦虑是对未来的一种担心 那么重点来了 如果我们去更远的未来 我们让这条时间线继续延伸下去 你猜在那里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呀 大家说是什么 是不是死亡啊 只要时间拉得足够长 在未来等待我们的必然是死亡 没有任何人能逃脱这个结局 无意外 这就是存在主义心理治疗 这本书的基本观点 一切焦虑都是对死亡的焦虑 换句话说 我们怕考不上好大学 怕赚不到足够多的钱 本质都是在怕死 你现在是不是一脸问好 别急啊 后面会有详细的分析 你现在只需要记住 死亡和焦虑之间是有强关联的 只要你能想出招来对抗死亡 你就能想出招来对抗焦虑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瞧瞧这些愚蠢的人类 为了对抗死亡 对抗焦虑 都想出了些傻招 比如我们的童年时期 很多小孩子都会在潜意识里 把死亡想象成一个具体的东西 像鬼怪 怪兽 然后会脑补出躲避鬼怪的方法 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相信天黑之后外面有很多鬼 但只要我躲在被窝里 我就是安全的 搞得我每次起床上厕所 都要鼓起很大的勇气 有相同经验的小伙伴可以举个手 你们为什么会这么干呢 就是因为当你把死亡脑补成鬼怪之后 你就找到了一个躲避他的方法 事情就变得可控了 看上去没那么可怕 但这种低级的脑补呢 只能糊弄糊弄小孩 长大之后 这招就不太好使了 所以人们必须要把死亡 转化成其他的东西 多数人会选择把它转化成 社会性死亡 什么叫社会性死亡 就是你的声音不会被听见 需求得不到回应 你不会被关注 被照顾 被爱 所有人都把你遗忘 那你是不是在这个社会上 相当于死掉了 这就是社会性死亡 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每个人都会极力去避免它 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嘛 获得金钱 权利 你就能在这个社会上有容身之处 你的诉求也能得到回应 所以才有这么多人 渴望金钱与权利 它能确保你远离社会性死亡 给你带来巨大的安全感 除了追求金钱之外呢 还有其他的办法缓解社会性死亡 带来的焦虑 比如谈恋爱 我们都希望找到那个爱自己 理解自己 能相伴终生的另一半 在恋爱关系里 我们会感受到自己被对方需要 它会让我们意识到 我并不孤独 还活着 还没有被遗忘 当然逃避社会性死亡 还有其他的方式 比如寄托于宗教 或者牺牲 奉献 控制欲 以及追求某种形式的永生 这个离我们比较遥远 今天就不展开了 毕竟我们普通人所说的焦虑 通常都是追求金钱和权利 而不得时产生的焦虑 那么重点的还有 有没有一种情况 会让这种焦虑瞬间得到缓解呢 其实是有的 就是当我们直面真正的死亡的时候 比如进入宾死状态 或者在鬼门关上走一遭 你就会被迫撕掉所有的防御 跳出所有的这些分支 直面那个最本源的东西 死亡本身 你会从根源上重新思考死亡 你也因此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的分支 可能以后就不会太在乎金钱和权利这条分支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从死亡线上回来之后 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不再那么疯狂的执着于功成名就 回归到柴米油盐小确幸的日常生活中来 其实啊 别人这种死而复生的经历 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警告 它在警告我们 不要只有在濒临死亡时 才去认真思考死亡 所以我们完全现在就可以静下心的来 去思考这个终极的命题 比如拿出一张纸 画一条长线 它代表你生命的长度 然后把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标出来 之后与自己的灵魂对话 真诚的问自己 接下来的这些剩余的时光 我想如何度过 这种方法曾经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救过我 当时我整个人都是非常焦虑的 想要赚很多钱 而且想赚快钱 根本沉不下心来做任何事 整个人都特别浮躁 后来我偶然接触了刚才提到的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这本书 我就花了一晚上认真去思考 去理解这张图 让自己意识到我焦虑的来源是对死亡的恐惧 但缓解这种焦虑 不只有一夜暴富这一条路 像刚才说的 还有其他的分支 所以根据这个理念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划 这个规划大家也可以试试 就是再给自己五年时间 拼尽全力去奋斗 五年之后 如果还没混出个人样 就把心态调整的佛系一些 承认朴树歌词里唱的那样 只有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然后每天用力感受日出日落 柴米油盐 感受周围的一切 通过感受活着 来对抗死亡的焦虑 而最神奇的是 当我定好了这个五年的期限后 我的心态慢慢就平静下来了 我会觉得不管结果如何 五年后一定会给我一个答案 就像是有了盼头一样 心情也没那么糟了 也能沉下下来做事了 今年是我定下目标的第四年 这期间经历了很多事 心态比当年成熟了很多 也不再像那时候那么焦虑了 但我始终非常庆幸 自己当初做了这个决定 是它让我有机会 重新思考生命与死亡本身 让我意识到 不只有一夜暴富才能缓解焦虑 其他的方式也可以做到 比如相思而生 这是我一直在追求的状态 我也希望大家都能了解它 它并不复杂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某个周末的下午 你在家待着无聊 想要出去散散心 你就走出家门 随便上了一辆陌生的公交车闲逛 你就在靠窗的位置 看着窗外的夕阳 略过的柳树 高低错落的房屋 你的心情会是平静的 释然的 你不知道下一秒会看到什么 但你也不会感到担心和焦虑 你甚至还会有一点好奇 你会期待接下来的旅程 这个场景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人生的缩影 你看啊 不管公交车坐多久 开往哪里 它最后总会到达终点站的 就像不管你经历过什么 你最后总会死去的 死亡是确定的 就像公交车驶入终点站 是必然到来的 但我们还记得刚才在公交车上的那种心情吗 平静 释然 带着淡淡的期待 而有些人他真的会怀着这样的心情去生活 他会去感受人生这一路的风景 感受学习 工作 恋爱 结婚 感受平淡或跌宕的人生 最后平静地接受死亡 接受这个终点站的到来 这就叫做向死而生 知道自己正在走向死亡 但仍然走得从容淡然 大家能做到吗 很难是吧 也许有个宾死体验的人 那些提前见过死亡的人 会更容易找到这种从容不焦虑的状态 不过不要紧 我们可以先迈出第一步 我们可以先睁开眼 在这场人生的旅途中 注意到窗外的风景 比如在日常生活中 你要努力感受周围的一切 吃饭时要仔细品尝食物的味道 睡前认真聆听自己的呼吸和心跳 走在外面感受流云的变换 阳光的明暗 和风吹过脸颊时麻酥酥的触觉 去用心体验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 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逐渐打开感知力 注意到生活给你带来的最微小的乐趣 你会像一个大病出狱 或者死里逃生的人一样 发自心底对活着本身感到幸福 你会前所未有地专注于当下 不懊恼过去 不担心未来 认真做好此时此刻 每一件微小的事 这也是我今天最想分享给大家的 向死而生的感觉 不管你选择奋斗还是佛习 向死而生都是对抗焦虑最有效的方法 如果大家还没有get到这种感觉 可以回过头再看一遍这个视频 或者把它转发给其他小伙伴交流一下 心态的改变本身就是不容易的 但如果你真的可以做到 相信我 你会看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炫的烂的世界 最后再敲个黑板吧 所有焦虑本质都是对死亡的焦虑 只是死亡本身太赤裸太可怕 所以人们会把它转化成其他的形式 比如社会性死亡 以及随之衍生出的对金钱地位的欲望和焦虑 在了解到这一点之后 我们要试着跳出来 把自己当作一个濒临死亡的人 去直接思考死亡本身 这可能会帮助我们找到另一条 不需要执着于金钱和地位的道路 最后一部分还分享了面对焦虑的方法 就是向死而生 专注当下 认真做好手头的每一件事 同时打开感官 张开每一个毛孔去感受这个世界 去体验活着的感觉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最后啊 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视频我做了将近半个月 已经尽我所能让它通俗易懂了 但书里有些部分确实太他妈抽象了 抽象到我脑子都抽抽了 大家看到的已经是极其通俗的版本了 内容当然是好内容 但可能还是得花些时间慢慢消化 我相信B站能够给这种类型的干货食品足够的空间 也请大家多多三连支持一下吧 真是抱得我肝疼 别的就不说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儿 我是子小孙 一个致力于把所有粉丝都培养成文化流氓的up主 喜欢的话可以关注呀 感谢观看